不外乎就是希望用理解代替死背 所以你会发现我特别我讲函数的时候 我都不是讲背起来的部分 而是教你用有没有什么理解的方法 看到那个函数你即便没有用过 你也知道该怎么用 另外的话我们学的sub就按钮 function就置顶函数 再来就录制聚集 录制聚集是一回事 编修它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很多人会录 但是录了之后 可能第一次跑OK 第二次跑就不OK 为什么 因为里面其实很多地方要改 它实际上只是帮你录制聚集 录制你现在每一个滑鼠键盘的动作 但是问题滑鼠键盘的动作 有时候会因为你的位置变动 或资料的栏数变动而会改变 所以有时候说真的 还是蛮多地方要自己把看得懂那个程式 并且做修改 至于要怎么做 恐怕我们慢慢按部就班来 不过录制聚集 我觉得只是一个渐进的东西 过渡期的东西 所以之后也许 不太推荐你们用 除非说有些功能 你不会写 你可以录制来参考 那我的习惯是那个参考 然后再跟VBA串在一起 又可以有一个新的功能 像后面有一个练习题 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希望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想要抓什么 数学函数 这边 我这边有个什么呢 有个练习题 就是录制聚集 来改 像大乐透历史资料 这个就是说 有点像网路爬虫 比如说我想要爬什么 这个网站叫乐透云 然后乐透云里面有大乐透的开奖 2020的2月25日 礼拜二 今天礼拜四 所以就是最新一期的开奖 然后你会发现 它等于是从最新的一直到最旧的 总共有几页呢 总共有1页到58页 58页就是2004年的最底下 1月5号开始 有没有 但是呢 如果今天要闯到统计来 因为它的规则就是6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些宣布的资料呢 通通帮我拿到Excel 里面 然后我要知道说 历年来哪一个号码开出的机率最高 OK 所以第一件事你需要做什么 把它爬到Excel里面吧 那以前如果你不会爬资料的话 复制有没有 贴上 复制贴上总共1到58 那不是做58次吗 可是实际上 如果你会用回圈的话 你就是怎么样 1先录制一个 2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上面这个网址 有没有你点1的话 它是什么 有没有 Indage Page等于1 那58就 所以你可以for i等于什么 1到58 然后中间的程式用录制的 去抓那个网页上面的东西 然后抓到Excel里面 并且帮我把它分别的放在 什么 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一直往下放 然后再删掉我不要的部分 那我就有基本资料了 我才有办法做后续的 我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 工作很多地方都是雷同的 但是如果你把那个规则整个写完 你就按下去 自动跑完 然后自动告诉我一个报表输出 结果我就知道了 OK 可是里面可能你必须要利用VBA 全部串在一起 有些程式不会 你可以用录制的 像这个地方怎么录 其实你回去的话可以利用什么 这个地方有个什么 我先开一个新的工作表好了 这边工作表 也许放到最后面 你在资料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从web 有没有 从web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网址负质 这个网址负质 把它贴到这里面来 但是做这个动作 你之后可以录下来 录下来之后 它就会产生一个程式是下载这个网页 你按到 它会有一些错误讯息 你就按示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Javascript 可能会出错 这个功能主要就是从web帮你下载 那个网页上面的表格 所以你会发现 只要是表格的话 它会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个箭头 表示说我要的是这个表格 那你就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表格点一下 这个是我要的 再按一下右下角的汇入 汇入到哪里 汇入到A1 按确定 可是如果 它就下载了 如果说你还要再下载第二个的话 以前的做法 再移到这里 然后再做什么 再做支帖 从web 然后再贴 贴之后的话 你要indage page 等于2 然后再按汇入 然后再3 一直到58 所以你会想说 这好像有些地方重复 只是说indage page 的数字不改变 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结合 录制聚集 加上回圈 就可以完成了 只是这个后面我们再讲吧 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回去先看看 答案在哪里 其实就在这里 这个是网址 怎么做 底下有完整的说明 甚至还有程式 只是说我觉得一个一个来 但难度其实还蛮 有点高 不过你会的话 我是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 按下去全部都OK了 自动跑完 类似的案例其实还蛮多的 网页上面一堆东西 当然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就出发量 慢慢来吧 但你会的话 爬就自动爬完了 这感觉应该可以 至少少少掉很多力气吧 如果你每天都要做那件事 像爬某一个网站的资料的话 如果你会这个方法 这不是大大节省你很多的时间吗 这样的话 当然你的工作就越来越惬意了 一下就OK了 对不对 所以网路爬虫部分 后面我会再跟各位 所以数学函数部分 这个是后面的部分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先玩玩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回到刚刚我们这个课程 这边 后面的话 我们再讲两个按钮 一个是什么 刚刚成绩多重 可是你会发现将来你输出资料 如果都黑白的话 看起来其实 会没有办法说判断到底哪一个多哪个 或者是你想看到的资料 有没有办法帮我换个颜色 所以通常 其实最常用到的同学就会问说 老师那有没有办法帮我把这个 比如说哪一个等地 换个字的颜色 最常见的 第二个换个底色 比如换个黄色底色 第三个换个框线 比如哪个地方帮我框起来 第四个的话 你也许加个粗体 我刚刚讲这四个效果 就是ABCD我们要讲的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如果说希望 按下这个按钮 帮我把ABCD分别 用成刚刚讲的 这个部分 你们不能跑 我知道 因为Visual 我知道 因为我这程式是还没写 对 这个我刚刚把它删掉 难怪不能跑 那这个部分的话怎么写 其实我在云端上已经有了 所以我先 在这 底下这边 在底下 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一段 跟这一段 把它先贴这里 OK 各位看一下 ABCD 你会发现 AE的话 就是如何 让它输出的时候 顺便帮我把颜色 变成蓝色 或其他颜色 字如何变颜色 第二个的话 B是什么 变个底色 变黄的 或其他颜色 C的话 就是在外面加个框线 D的话 就加粗体质 这四种效果应该够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工作里面希望 找到输出之后 顺便换个颜色 该怎么做 另外还有什么清除 把它恢复 变成没有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 那你想说 老师 那清除不是有吗 可是这个清除 是清除资料 它不会清除格式 所以清除格式 可能另外还在处理 OK 至于怎么处理 待会来看 外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刚刚有提到 那个题目难度会比较高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在数学函数里面 找到大乐透 大乐透资料下载 基本上大乐透下载的规则 就是 一 先录制剧期 二 再把剧期里面的 这个in-page 等于1 改成i fori 等于1到58 OK 然后就分别把资料 1到58的资料 就 全部 下载下来 但下载下来 事情还没完毕 还有一些 资料可能 位置不对 或者有多余的资料 你要把它删掉 所以你还要学会什么 如何快速的删除 不要的资料 快速删除不要的资料 然后 再来做统计 后面我会教各位 怎么去做统计 很简单 很快的就把 哪一个 号码的几率最高 把它显示出来 试一下